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都有什么呢 这些小吃又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独特的口感呢 跟着我们的素颜小分队 一起去青柳县素颜独特的客家味道吧 福建省三明市青柳县 以山高林密的秀丽风光铸成 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 让这里成为了一处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圣地 而除了美景 街头巷尾那些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 也为这座风光宜人的小城 点缀了不少人间烟火气 今天咱们来到了位于福建省的青柳县 青柳县它位于九龙溪的上游 也是因为环绕着一整条河流 所以它得名青柳县 那在这里有什么地道的闽西小吃 可以尝一尝呢 有什么特色的小吃 它最能够代表咱们青柳县的特点呢 走吧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咱们这个是怎么吃啊 直接吃是吧 好吃 很软很糯很弹牙 然后这个表面也是滑滑的 还可以炒菜 可以煮汤是吧 我看您这边包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五果菜 里面是有一种是玉子 有一种是菜式 那我来一个芋泥的尝一下 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它是咸口的 外面是很糯很滑的这个皮 很顺滑很香 卖这个是我自己乡下种的草 鲜草来在这里卖 看看这个好像果冻一样 自己手工做的 用仙草做的这个仙草冻 尝一口啊 它有一股很浓的那个草的清香的味道 还有觉得入口即化 特别的弹牙 感觉很清凉啊 吃下去很舒服 爽滑的口感 仿佛是很多清流人对于小吃的执着 那当地人还会推荐哪些有代表性的小吃呢 咱们清流现在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东西吗 有个温泉 天花叶堂 还有灵台山 有那个天花叶堂 都是 铜锣山那边 有个公园很好玩 有那个玻璃桥 那里要去灵台山吗 露片露完就成熟工的 那个豆汤啊 那些东西啊 有啊 这是我豆汤啊 等米国那些啊 豆汤就是一个辣一个香嘛 豆腐皮口感也还可以吧 豆皮松起豆皮啊 地方性的特产 滑的滑嫩的口感 豆皮喜欢清流的特产 很嫩滑 这一圈吃下来呀 我发现这边的小吃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是嫩嫩的滑滑的 当地人呢还给我推荐说 咱们这边豆汤和豆腐皮也都很有特色 咱们也赶紧去尝一尝 看看这两种小吃 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嫩滑口感呢 在本地人的推荐下 我们来到了一家老字号豆汤店 豆汤 为何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 这人见人夸的豆汤 又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你们吃这个是什么豆汤呀 鸭肉的 觉得口感怎么样呀 非常好 吃起来就滑滑的 又还有它那个肉的香味 我的是鸭肉豆汤人围的量大 有点辣辣的 它就是非常的新鲜 而且量多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顺口 非常滑溜 肉吃起来就不会踩一样的 小孩子很容易吞下去 很嫩是吧 滑滑溜溜的 滑滑溜溜的 很好入口 看咱这个老字号豆汤店 生意还是比较火爆的 咱去问问老板哪个最好喝 您好老板 我想问啊 咱这个豆汤哪个口味您最推荐呀 我们以上种豆汤 猪豆汤牛豆汤鸭子汤 今天正好周末有鸭子豆汤 哦 这周末限定的呗 限定 周末有限定鸭子汤 行 那咱得尝尝这个限定款的鸭子豆汤 平时吃不着的 那喝这个豆汤的时候 要配点什么 这里有滚蒸啊 油饼油条 还有蒸 那个小笼包 哦 这么多种啊 看咱们这个花样特别多啊 一般这个喝豆汤的时候 可以吃点这个本地特色小吃是吧 为什么叫豆汤啊 以前我们豆汤都是调住调住麦子 反正有可能要吃 就打一碗豆汤给它 就端住吃 那我们本地话的人端就叫豆 所以名字就这样起来的 行 那我来一碗鸭肉豆汤 咱们啊 来了一碗这个当地人 跟我亲情推荐的鸭肉豆汤 它这个汤汁是有一点点粘稠的感觉 然后里面肉啊 料特别的足 尝尝的味怎么样 先喝口汤 嗯 这个汤它的口感因为是有一点粘稠 就感觉这个汤就已经是滑溜溜的了 然后它的味道呢 是有一点中药材的那种香料的味道 再加上了有胡椒粉 所以喝起来呢 觉得还挺挺爽口的 尝尝这个肉怎么样啊 就让它看着是一块一块的 但它吃进嘴里真的是滑溜溜的 感觉上面嫩嫩滑滑的 就是你都不太用嚼 它就已经很软烂了 这种连着骨头的肉呢 味道就特别香 但是吃起来呢 就稍微要花上一些功夫啊 爽滑细腻 汤料醇厚的鸭肉豆汤 吃起来十分过夜 那什么样的鸭子 才能够制作出鸭肉豆汤呢 豆汤又是如何做到滑溜溜的口感呢 做豆汤为何选用硬邦邦的冻鸭 让豆汤滑溜溜的法宝究竟是啥 我们跟随着老板娘吴水秀 一同来到市场 挑选制作豆汤的鸭子 我们来拿鸭子 叫老板帮我留了一条鸭子 我要洗这个皮包 哦 我看看这个 哇 都很难捏起来 你看要这么使劲擦 才能揪起来一点点 皮非常薄 很多肥肉炒起来的鸭子就很肥 吃起来的那个豆汤就跟吃肥肉 还有什么挑选标准啊 摸一下这 摸这 哦 这好硬啊 这是硬骨头的鸭子 这个骨头硬能代表什么呢 我们以为这鸭子更老啊 我们做豆汤 要显老的鸭子 露更甜 更有咬头更甜 味道也更好 行 那咱们就把它带回去做豆汤吧 没想到 这做豆汤的鸭子 不仅要瘦 还得是老鸭 这样的鸭子煮汤 味道更鲜美 别有风味 本以为 回家就可以准备做豆汤了 没想到 吴大姐却把这新鲜的鸭子 放到了冰箱里 他说 要让鸭子先冻上几个小时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这个鸭子冻好了可以来剁了 咱们这个冻的 这都硬邦邦的了 为什么不用鲜鸭子剁 这冻完之后不会影响口感吗 我剁这个肉的时候 冰冻的肉跟骨头要一起扛 冰硬的更好看 原来为了豆汤口感风味更佳 一般会选用带骨鸭肉来制作 为了让鸭肉苛刻分明 所以才把鸭子先冷冻几个小时 这样鸭肉就更易于分割 切好鸭子后 吴大姐就开始生火 准备处理鸭肉了 而为了给鸭肉去腥 在做豆汤前 要先把鸭肉炒熟 蒜末在热油中煸香 炒制的过程要保持小火 慢慢地把大蒜中的汁液逼出 香气渗透出来 大蒜开始变为金黄色的时候 倒入切好的带骨鸭肉 充分翻炒 加入盐和胡椒粉 简单地给鸭肉调味 很快 鸭肉独有的鲜香就弥漫开来 这样炒制的鸭肉粒 不仅肉嫩之多 而且香气浓郁 为做出美味的豆汤 打好了基础 不过 这样的鸭肉 也不是滑溜溜的呀 为什么豆汤中的鸭肉 却是滑滑的呢 那咱们这个鸭肉 现在就可以拿来做豆汤了吗 不行 因为这个鸭子炒起来还很烫 等下我还裹一层粉 如果太烫的话 那个粉是裹不上去 那是不是一会儿 这个鸭肉晾凉了 咱们就可以下锅了呀 不行 还是不行 因为头一天煮的豆汤 口感是不好的 放久了 那个豆汤 会出一层水在上面 没想到 鸭肉炒好以后 为了保证口感 还不能马上制作豆汤 为了搞清楚 豆汤滑溜溜口感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 我们又来到这里 究竟让鸭肉口感 嫩滑的法宝 是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炒好的 那个鸭肉了 但是它现在看起来 颗粒分明的 还不是这个滑溜溜的 那种感觉 怎么样才能变成 咱们那个滑溜溜的 豆汤的口感呀 加点这个东西 下锅里 等一下就会滑溜溜的 那这个粉到底是什么 我看它摸起来好像有点硬硬的 这是淀粉吗 地瓜粉 当地老百姓做的地瓜粉 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地瓜粉 地瓜粉做起来更滑 它也更清澈 淀粉煮久了以后 它会浮浮的 原来地瓜粉就是让鸭肉变得香滑嫩爽的秘密法宝 它有着筋道耐煮的特点 裹了地瓜粉的鸭肉 即使久煮 肉和汤也不会糊成一团 能让豆汤口感顺滑的同时 保持鸭肉苛苛分明 我往里面加点温开水 把这个粉揉到鸭肉里面去 鸭子跟地瓜粉浓在一起 这个鸭子的肉就更滑顺 我来试一下 好扎实哦这里面 因为这有骨头是吧 而且好黏啊 我感觉我这样搅 好像它这个里面还是没有揉到 它就只是表面的这一层 你自己的力度不够啊 力度不够大是吧 才会跟肉跟地瓜粉淋在一起 再用力 再用力得太扎手了 这个还真得是有功夫的 这个在您手底 它感觉这个特别听话 真的就像揉面团一样 将鸭肉和地瓜粉 充分混合 均匀成一个大肉团厚 就可以准备下到早已煮好的汤底中了 哇 这个汤底好香啊 这里边都加什么东西了呀 生姜 还有一点香料 种药材 八角 桂皮那些配料 各种香料在沸腾的开水中 充分释放着它们的芬芳气息 给汤底带来了浑厚纯香的浓郁风味 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和盐来调味 简约而又不简单地 兜汤底就完成了 这时吴大姐在灶里又添了些柴火 让汤底慢慢煮开后 就可以开始下鸭肉了 下锅啊 那我看我吃到时候都是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在锅边这样就放比较快是吧 一小粒一小粒的 小一小粒 放里头太大块了里面不会熟 这还是太大块了 要很小粒 要很小块 小块点 它里面的味道才入味 又吃起来更划算 看似简单地往锅里下鸭肉 没想到也有这么多门道 鸭肉力不能太大 不然可能会导致肉块外熟内生 影响口感 同时速度也不能太慢 不然鲜下的鸭肉又可能会煮老 在熟能生巧的吴大姐手下 满满一盆鸭肉很快就下进锅中 在烈火的熬煮中 鸭肉的鲜美和富裕香辛的汤底 便微妙地融合起来 香气扑鼻 油而不腻 光是闻一闻 就让人垂涎三尺 每天早上四五点钟 吴大姐和家人就已经开始 为一天的生意忙碌起来 熬好的兜汤装进大桶 就可以送到店里 为食客们送上清晨的第一口温暖 这一口热气四溢的兜汤 不仅令清流人唇齿流香 也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独特的 味蕾归属感 除了传统小吃兜汤 当地人还为我们推荐了 另一样滑溜溜的小吃 松西豆腐皮 可是常见的豆腐皮 都是皱皱的很有嚼劲 这儿的豆腐皮 怎么会是滑滑的呢 在清流县除了兜汤以外 还有一个本地人 非常跟我推荐的滑溜溜的小吃 就是这个松西的豆腐皮 用这个豆腐皮包裹着 当地的西鱼做成的鱼肉的 一个小吃 百花酿的豆腐皮 闻起来就很香 这个豆腐香很浓郁 咱们来尝一口 好滑 我就感觉筷子都有点夹不住 它一夹就掉了 这个豆皮非常顺滑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鱼肉 它就是又鲜嫩 同时又很爽口 这个鱼肉也是滑滑的 豆皮也是滑滑的 所以整个这个小吃吃起来 也是滑溜溜的 这种豆腐皮 经过高温蒸制后 竟然还顺滑而富有弹性 是不是制作过程中 有什么奥秘呢 我们找到了 做出这道小吃的罗大厨 向他请教 这道滑溜溜的豆腐皮美食 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这个就是咱们要用到 那个豆腐皮是吧 对对对 很脆 而且这里边呢 看起来它其实很厚实的 这个用料感觉很扎实 首先我们要把豆腐皮泡软 加入这个温水 对对对 40来度的温水 要泡发半个小时左右 好那我们等一会儿 这就是我们泡发后的豆腐皮 这就泡好了 是 这泡好之后颜色变淡了 对 然后也变软了 软软弹弹的 非常有韧性 看我这样实际拉 都拉不断 然后我们这个百花性的话 这个鱼龙的话 我们要加上这个红鱼籽 就是它就颜色就比较更好看 而且脆脆的 对对对 然后加上这个芹菜 吃下它有芹菜的香味 清香的味道 我们要摔打一下 摔打之后 它才有口感 才有弹性 更筋道 对对对 豆腐皮泡好 鱼肉馅拌好 接下来就可以用豆腐皮 加住鱼肉 一开一盒十分简单 包好的豆腐皮鱼肉卷摆在盘中 上锅开始蒸制 由于豆腐皮和鱼肉都十分易熟 因此只需要七八分钟 整道菜就蒸熟了 这个蒸完之后 然后我们打上鸡汤调绳的芹 是心善加心 而且咱们这勾芹 也会让它口感更顺滑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以前吃的这个豆腐皮 它都是那种一涮火锅 都很容易就烂掉了 咱们这个怎么还能又卷又蒸 这么紧折腾呢 我们清流松稀产的豆皮 它的是比较厚实 就是一直煮的话 还是可以保持它云来的那个形状 本身就顺滑的豆腐皮 在道上让它更加嫩滑的鸡汤芡汁 这道百花酿豆腐皮 可以说是鲜上加鲜 滑上加滑 不过这种豆腐皮 究竟为什么能够做到 一煮就熟 九煮不糊的顺滑口感呢 想知道答案 咱们还得去它的产地 松稀镇一探究竟 滚烫的豆浆 如何变成顺滑的豆腐皮 让豆腐皮又滑又润的秘密 会是什么呢 松稀手工制作豆腐皮 历史悠久 街头巷尾 处处都能看到豆腐皮文化 那这种顺滑又润劲的豆腐皮 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豆腐皮的加工厂了 看我这面前一排一排的豆腐皮 特别香 很壮观 那这个豆腐皮 它到底怎么从豆浆 就成为了这个豆腐皮的呢 想要得到爽滑可口 豆香十足的豆腐皮 首先要煮上一大锅香浓醇厚的豆浆 豆浆烧开以后逐渐翻腾冒泡 生起热腾腾的蒸汽 同时也让整个加工车间 都弥漫着浓郁芬芳的黄豆香气 煮开的豆浆会顺着管道 从煮锅流向下方 一格一格的恒温煮浆锅内 锅里的温度控制在80摄氏度左右 在这样的恒温环境下 每隔十几分钟 豆浆的表面就会形成一层 薄如蝉翼的金黄色油膜 工人们把这一层膜揭开以后悬挂起来 一条条地晾在杆子上 大概需要十几分钟 才能把所有煮浆锅中的膜揭一遍 而这时最鲜揭模的锅中 又会形成新的薄膜 锅内不断地加入豆浆 豆浆表面持续形成薄膜 这一过程几乎是要不间断地 持续一整个上午 那么到底这种豆腐皮 为什么口感能够做到又滑又韧呢 老板您好 您好 咱们这边这就是在制作豆腐皮了是吧 对 我看到这个就是在豆浆上面 把这层薄薄的这个皮给它接起来 对就这样接起来 那我来试一下 这个咱们什么样的算是可以接的豆腐皮了 看它这种有折皱了 它就是它就可以接了 这个看着纹路都很清晰的时候 就说明它已经结成完整一张皮了 对 我们首先手捏住这个豆腐皮的中间 然后提起来 然后另外一只手托住底下 这样托住 然后放上去 这真没事是吧 我试一个 这皮上面 这皮的上面这样捏住 有点烫 对 咱们快一点 这边 快一点还是很烫 停起来 拖住 拖住 对 好 放上去 好烫好烫 这个后面的话 拎起来还是挺烫的 手只要抓到皮上 你不准我们碰到豆浆 它就不会那么烫了 而且要快一点 对 是吧 快快速把它拿出来 拿着这个其实很快就晾干了 对 那我觉得我已经简单掌握这个 怎么捞起来这个技巧了 咱们俩比一比 行吗 我来试一试 看看咱俩谁快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好烫 妈 太烫了 我这还是落后了一些 还是真的好烫啊 这个就感觉 其实你捞一个的时候吧 觉得还好 但是这捞一排的话 真的很烫 我觉得这个练久了 都能练成铁沙掌 真的是一个挺辛苦的活 因为我站在这儿 我就觉得像蒸桑拿一样 这个热气一直在往脸上冲 那这个晾干之后 就是咱们吃到的那种豆腐皮了吗 这不是成品 但是可以吃了 可以先尝一下 我头一次吃鲜的这种豆腐皮 它其实很筋道 很有韧性 看我这样一撕 它其实已经有一点韧度了 而且里面还裹着豆浆 因为它没有干透 所以这个豆皮的爽滑 加上这种豆浆 像爆浆一样的感觉 它很有层次感的口感 而且豆香特别的浓郁 晾到半干的豆腐皮 会被送入65摄氏度左右的烤房 进行烘烤至七分干 在这里 豆腐皮中夹杂的豆浆 慢慢地蒸发 这就是我们烤干以后的豆皮 这怎么感觉跟我之前看到 那个豆皮不太一样 它好像比较薄 软绵绵的 没有那么有韧性 想让它更香 更浓 更滑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李老板的话让我们十分困惑 这豆腐皮都已经晾干了 还能怎么继续加工呢 最重要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呀 就是挂浆 挂浆 是把这个涂在上面吗 对 这是什么 这看着有点像面糊 这个就是我们上午 削皮完以后的豆浆 这个是我们浓缩成 这种米糊状的 这个就是这样裹上去 这个要在里面 均匀地让它每一根 都裹上这个豆浆 对 这样能让我们的豆皮 更香 更甜 然后更有韧性 因为咱们这个是豆浆的精华部分 所以它也更香 更有豆的味道 是吧 对 我们还要拿进去烘烤 再烘烤十几个小时以后 然后再拿出来 才是我们的产品 看这个果果浆呢 它这个对比挺明显的 这个没果浆之前 就感觉颜色有点不太均匀 是吧 还有点半透明 那咱们果果浆之后呢 颜色非常均匀 而且它很厚实 原来 松西豆腐皮划而不烂 任而不柴的醇厚口感秘诀 就是裹上了这一层浓浓的豆浆糊 经过挂浆后再次烘烤 就成为了一煮就熟 九煮不烂 闻名侠耳的清流松西豆腐皮 豆腐皮中富含蛋白质 卵磷脂 矿物质等有益成分 独特的风味与丰富的口感 让它成为制作很多佳肴的百搭食材 豆腐皮炒牛肉 就是一道简单快捷的家常菜 把豆腐皮用温水泡软 提前用盐 味精 淀粉等调料 简单的腌制牛肉 锅中下油 待油热后 把牛肉倒入锅中 小火慢炸 牛肉炸熟后 重新起锅烧油 下入葱 姜 姜 大蒜 干辣椒等配料 进行呛锅 待炒出香味后 倒入泡发好的豆腐皮 充分翻炒 快出锅前加入牛肉 大火快速炒制 这道快手家常菜 豆腐皮炒牛肉就做好了 豆腐皮每一口都浓缩了黄豆的精华 浓郁的豆香经过高温后 更是层层直达味蕾 这就是青柳县特有的家乡味道 小吃也有大门道 一道道滑溜溜的小吃 不仅蕴藏着师傅长久磨练出的功夫 也有地方特色食材的助力赠采 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通过小吃练上一座城市 小吃的经济 也能走出一条特色的发展之路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